你们知道美国今年有多热吗 我的个妈呀 今年美国真是太热了 有些人可能会说啊 张思勇你这热 这也值当说呀 我告诉你啊 美国今年是创击路的热 多地完全打破了往年以来的最高气温 哪怕最北的地方 冬天零下二十度零下三十度的地方 现在也热的跟汁儿似的 我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啊 现在开始上视频 这段视频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堪萨斯州的一个养牛的一个养牛厂 我之前呢堪萨斯州的那期视频啊 大家可以去翻翻堪萨斯州的养牛厂有多大 我拍的那个养牛厂 我是无意中遇到的 那个养牛厂曾经登上过美国的国家地理 那个养牛厂算是一线几万头牛非常大 现在视频里展现出来的这些牛有两千多头 这些牛通通是在堪萨斯州热死的牛 而且这个养牛厂就是我之前路过我的其中那几个养牛厂之一 我一看我就认出来了 大家知道今天有多可怕了吧 而且堪萨斯还相对往北的地方 冬天还挺冷啊堪萨斯州 谁知道今天夏天这么热 很多人说高温也没什么你躲在屋里开空调呗 真的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为什么 高温对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考验是非常重要的 我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印度每年夏天都要死一两千个人 那就是因为基础设施不行 大量的穷人 大量的街头的这些流浪者 大量这些乞丐 那就会大量横死在街头 大量的动物就会产生死亡 美国今年多热啊 美国今年大量的北方城市能到40度往上 这几天就我们奥兰多这儿 我的个妈呀 就只要是你上车 今天袁哥还给我打电话 说你觉不觉今年特别热 我说挺热的 他说那个热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从车上下来 然后立马就进超市啊 有空调 就这一分钟的路啊 我就已经出汗了 就已经热到这种地步啊 而且这车里都是烫的 就是你把那车一打开 那车里 我天就能直接把他把你烫伤了 就这种感觉 而且奥兰多还是湿热 你知道吗 晚上按说一般都说比较凉快吧 我说晚上 我说我去那个去散个步 一打开门那 糊疼一下 整个的眼镜你知道吧 都给我糊上一层雾气 就已经热到这个程度 而且大家知道啊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的基础建设啊 是跟你当地所处的地域有关系的 对吧 就像美国去年 德萨斯遭遇的那次冰灾啊 之前08年 我国遭遇的那次冰灾 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南方的过冬设施 遇到了北方的极寒气候 它几十年不遇 上百年不遇 它啪就碰上了 这一下就糟了 美国今年夏天也是这样 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 包括俄亥俄州的很多地方 这些本来都是很北方的地方 人家冬天都是零下二十多度 普通人家那的气温也就跟东北差不多 结果今年夏天 大量的地方能达到四十多度 大量的地方甚至把电线杆子给烤坏了 然后很多的地方产生了这个大量的断电 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 一般来说坏电线杆子会产生这种地方 在美国都是基建不好的区 都是那些税交的不多的区 因为美国是你的税只交到本地的这个政府手里 然后本地政府来反哺来基建你的这些地方 所以说美国各地的它这个基建是分开的 没有国家统一规划的大基建 所以说这些穷的地方就会导致大量的地方断电 然后呢 这么热的天 这电力局检修的又慢 那美国人又交气又受不了这个 所以说导致很多的家庭就断电 第二天一段电有多恐怖啊 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没空调了 首先想的是这个 我首先想的是 没空调的都在其次 因为至少你在屋子里 你还有一块遮阳的地方 但你家要有个病人 那真的够呛 除了这个以外 冰箱 冰箱里的食物 会迅速的发霉变质声区 而且冰箱里的那个碎冰 还会立马就化掉 那所以说美国现在在芝加哥南部啊 包括在什么俄亥俄州的地方 出现了大量的就是这种 食物弗兰编制 没有空调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量的地方 你都没见过这么热的地方 你知道吧 而且很多的这个流浪汉怎么办啊 那就将出现印度这样的情况了 露宿街头 你想啊 比芝加哥往南的多的堪萨斯 都因为高温 一下子就要晒死了几千头牛 牛都受不了 你更何况人啊 牛还是一种可以在野外生活的动物 它长期的暴晒在这个太阳下 它都比人要扛晒 你想想这人受不受得了 很多朋友说可能说 这晒一点 你们就太娇气 我们小时候就怎么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四十多度 你真的 你不要打伞 你去那太阳地儿里下 你走二十分钟 尤其下午三点 那会儿 你保证中暑 你知道吧 肯定是这样 而且福屋双制 祸不单行 除了堪萨斯州死了两千多头牛 爱荷华州 因为高温死亡的牛已经有一万多头了 所以说今年全球的粮食又欠收 美国作为的重要的产粮跟产肉地又出问题了 本来今年各国粮食其实都不是很丰收 俄乌这边又打仗 再加上又一个大的粮产区 美国这边肉也出问题 你想想这一下就减少了这么多肉量的供应 就会造成了大量的肉价还会涨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当地的农民说的 当地农民说 你看我没有损失这么多牛 那由此可见 今年的这个牛肉价格 它还会继续涨啊 对不对 那你不涨怎么办呢 那不涨农民就活不下去 农民活不下去 农场就活不下去 那就只能提价 一提价 大家就都这样 而且你又要用这些资金去反补 这些已经坏了的基础设施的地方 所以说就导致你这个地方就更完蛋 你知道吧 而且创纪录的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芝加哥这样的北方城市 美国最北边 相当于美国的哈尔滨了 或者呼和浩特了 就像这么一个地方居然出现了热死人的 这个现象 而且这次热浪波及的人口多大一亿 大家想想这次到底有多热 而且大量的这种高温就造成了很多的这种 不明真相军众的死亡 由于高温来的太快啊 这一段蔓延都是高温 包括这个加州 陈寅天就说南加州 一个69岁的海军专队退伍的老兵 当了22年的海军专队 这身体素质应该是极好的 死了 死车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没料到这地方会这么热 跑到加州的死亡谷国家公园去玩 我相信很多朋友去过加州的死亡谷国家公园 这个地方作为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之一 再加上今年又是这么热的气温 结果呢 你进去之前一般都要加满了油啊 一般都是开着车过去 所以说那个地方很多成情结队的家庭过去旅游 那这个哥们呢 就是可能也是一高人胆大为游 他就不喜欢走那种游客走的大道 他就要走那种小道 结果走了 因为汽油不足 汽车趴坡到半路 最终等到救援队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死的时候 就在车上留了一张条 那上面咒咒吧写的 我没油了 就所以说你加州 很多人说加州普通 听网间也有这么热啊 是我们不否认 死亡谷这个地方 确实是一直 是一个意外高意外的频发地 但是这个时候 在全美热浪席卷整个美国中部南部 还有北部的时候 不得不说这个时候又有一个老兵 被热死在加州死亡谷 又为美国的这个夏天的超高温 天上了一抹悲剧的色彩啊 所以说今年美国的这个高温 是很多朋友都跟我反映 包括我在美国这边的好多朋友都跟我讲 说今年太热了 受不了了 然后如何如何如何 行吧 今年不管再热呢 咱们毕竟还是坐在空调房里 往常我家都觉得冷 这几天我都是 你看没 连穿着这个 吹着空调穿着短袖 我都已经觉得浑身开始冒汗了 是吗 那这期就做到这 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以后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这 大家拜拜